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独立以来 行动党一再敲破华人仇恨 恨有族 恨政府 恨国家 在当上州政府后 就连行动党支持者 因提出质疑的声音 也被行动党仇恨 行动党的政治讲座 哪一场是没有种族仇恨的元素 他们告诉华裔选民 要让马来人来screw马来人 告诉华裔选民 要利用敦马哈迪来骑马杀鸡 如果你还有一点理智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 我们是否得要让其他族群不好过 我们才会好过呢 当年他们痛骂内安法令 茅草行动 今天他们却拥抱成骂了三十多年的顿马哈迪时 当年对政府的仇恨 究竟还算什么 行动党告诉华裔选民 必须拒绝巫统 仇恨巫统 可是 行动党却拥抱巫统前任领袖 甚至和现任领袖 又是什么样的标准 我的马来朋友和我分享 华人的恨 已经到了分不清国家和政党的地步 以沙巴拿赌事件为例 为什么行动党议员做短片来取笑自己国家领土被侵犯 你们也可以去那个冯马沙巴看看 那边有海盗 又有房地 还有这个机关这样的 变唱表演 很刺激的 但还获得华人掌声 你们明白这些军警人员是为了保护国土的完整而牺牲的吗 你们明白这个国家是你们的吗 他讲到激动时 说了一句 军警人员也有家人的 你们有想过他们家人的感受吗 今天行动党做大了 把华人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的 他们已不在乎华裔 也不理会种族关系的失恋 他们现在只在乎漂白过去反马来人的形象 期待马来海啸的出现 任何质疑他们的声音都一律建成走口 支持者只能支持 不许质疑 所以一个只会散播仇恨总之 不曾建设的政党 行动党纵然执政 国家也会被仇恨所撕裂 民族和谐也会受到考验